我就跟他講說 螢幕四位版雖然這樣的話的話 很爽 但是問題是 我每次要旋轉 我上一次就介紹的時候 我是用這個控制 旋轉等等之類的 但是呢 我一直跟他反應說 我也希望說能夠有觸碰 然後這次這一款 他可以看到 對應觸碰 終於 所以呢 我就更喜歡這一款 因為它對應觸碰 但是 對應觸碰的情況之下 也就是要表示說 我們的手 拿筆的這支手 務必要戴手套 否則呢 很容易擔擾 我們在畫頭的時候 就是這個麻的筆 才會擔擾 我想這個是在其他四位版 也是會有這個問題 不是只有他們的會這樣子 所以 在螢幕四位版中 習慣會戴手套 那戴手套有幾個問題 這一次最主要是 整體的清晰度 我覺得它面板有感 因為這其實有點難 可以說真的 很平衡 以前的版本 它這一次還真的 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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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更清晰 所以說 再加上 我終於 原生 之前的這個 我覺得 還蠻好用 但是說真的 還是直覺性的 因為 我所信我希望 所以 我就 不要再 拿一大不然 因為這裡又要有劍牌 又要有滑鼠 我還 還可以再 這個 而且 我之前有發現 這個吸盤 其實 可能是我們一點偏到的 拿拿拿 吸盤到後來其實 黏不太住 常常就 掉下來 好 現在還蠻黏的 還沒有被吹起來 好 那因為這樣子 那 設定一下 所以 像樣子 好啦 那我就沒有什麼畫 所以 這樣 你說沒有控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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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什麼 什麽 看一下 你 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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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君